邓輪在去年3月被爆出逃漏稅風波 不只遭到大陸當局 重罰1.06億人民幣 手上所代言也全被撤下 甚至遭到中國官方全面封殺 而日前邓輪才剛因為 被品牌求償174萬人民幣 又再度登上熱搜 不過事件爆發至近 已經有484天的時間 粉絲們都沒有看見他的身影 即便有照片流出也都會戴著口罩 讓粉絲們認為他應該是付出無望 沒想到11日卻突然發出一張正面形象照 讓不少網友興奮直呼 這是回歸的前奏 而從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狀態 與過去沒有太大改變 你就是帥氣男神 突如其他看見鄧倫的現況 也讓不少粉絲覺得欣慰 紛紛期待他未來再推出新的作品 做一件事 5年前說 歸外機 製造人數 都不會硬